意大利的右翼领袖展现大团结 在25号即将登场的国会大选前 共同造势 而被退向中间的这位女性梅洛妮 极有可能成为意大利第一位女总理 45岁的梅洛妮是右派意大利兄弟党的党魁 虽然未曾上大选 但梅洛妮凭着出色的口才和人格魅力 平步清云 她这次带领中间偏右联盟 被看好能在提前举行的大选中 慎选执政 然而当前意大利面临一连串挑战 包括能源价格飙涨 政府债台高竹 甚至可能陷入经济衰退 内政有多重问题要解决 而在外交方面 在对台立场上 会推动加强与台湾合作 面对中国在世界多国渗透 他透露如果当选 他将限制中国在意大利与欧洲的扩张 而且无意继续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 根据选前民调 意大利兄弟党渴望成为国会最大党 与其他政党合组执政联盟 或者甚至单独过半赢得政权 意大利是否会向右转 就等大选结果出炉 欢迎收看您做不到